好 这一段来关心上海市长 同时也是市委副书记公正表示 将会以超常规的力度 还有举措来加快 推动经济恢复重振 上海市政府祭出了50条 重量级的措施 立平在6月1号 今天以后要全面的恢复 上海正常生产生活的秩序 50条重振经济方案 可以分成四大板块 包括了像是权力 来帮助企业纾困 复工 复产 复试 第三点是稳外资外貌 促进消费投资 第四点就是强化支撑保障 要共存还是要清零 其实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 从上海所推出来的 这个强力的措施 看得出来有哪个方向吗 郭委员你觉得 没有他们还是要动态清零 维持一样 中国大陆没有说要共存 完全没有这个字眼 所以这个就是变数 因为你不知道疫情会不会真的结束 因为Omicron是有变种 在别的国家也出现 而且德国也会再得 所以很多外资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看到日本经济新闻 它就统计在上海疫情期间 63%的日本企业停产 停产超过一个月 你去想一想这个对外资是什么感觉 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干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考虑以后 还要不要投资上海 这个是必然 这个叫一招被蛇咬 就开始觉得说 你这个国家怎么会用这么激烈的手段 在防疫 造成停产 63%的上海企业 上海的日本人大概有 二三十万人 有些人就回日本 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观望一阵子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知道 那个严格的政策不会重来 但现在在看到中央大方向 就是动态清零的情况之下 现在上海全力的来恢复 它的这个经济动能 那只是第一天 嘴巴讲的 不过昨天听说半夜都晒车了 大家都解放了 不我知道了 可是要继续看 因为上海就是外商最多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外商也会看 看你真的是怎么做 因为它确实知道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所有的那个外资 各种智库 包括投资银行的评估 那甚至认为中国的今年经济成长 可能低到3%的都有 我也看过4.5%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严重打击 因为中央所设定的5.5%是 5.5%落差很大的 虽然没有任何人认为有可能超过5% 对 经济层面来看 这个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 这5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PMI 那数字回升到49.6% 在连续降了两个月以后开始回升 比上个月回升了2.2个百分点 但是仍然是低于50的这个融枯线 那么国家统计局的 有一位这个高级统计师 叫赵庆和 他就解读说 这个生产指数跟新订单的指数 分别是49.7跟48.2 比上个月回升了5.3跟5.6 表明说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需 都有不同的程度的恢复 不过当然这恢复动力还有在加强 那现在想请教邱老师说 根据您的研判 下半年大陆因为一定是全力的来 恢复它的经济而且要加速 但疫情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变数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您觉得 如果说我们刚刚回到那个PMI的问题 就PMI还在50以下 但是有增长的话 假设说没那么长 本来是很惨 但是没很惨 但是还是在萎缩啦 那如果说我们看中国 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缩影 那它是这个半导体 汽车产业的重心 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季的数据的话 它其实它的投资 还有它的出口都还是正成长 它什么是副指长 民生消费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它现在寄出这些措施 就是要拉抬民生消费 但是如果说陈如刚刚郭老师讲的话 这块要拉抬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它如果说它不跟病毒共存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拉抬这些民生消费 这一个部分 这具引擎大概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比如说像一些外部的预测 就是没有人觉得说 它今年会达标达到5.5% 那是不可能 大概是不可能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下半年会有一个 很显著的反弹 就预期在第三季之后 大概比如说像消费 投资 出口 都会往上 那我想就是说 基本上它现在的目标应该是维稳 而不是说达到那个年初设定的目标 因为年初设定的目标的时候 它的疫情还没有爆发 明街第二季可能会很惨 第二季应该是 四五六的这个 这个出注比较会麻烦一点 现在看起来是区近大概1% 对啊 很差 平均消费紧缩 之前我们也聊过嘛 就是说在这个 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整个风控的情况之下 确实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也提到之前说 要提供像是这个消费券 现在有好几个地方都传出要发消费券 是 我还听到上海 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定案 对 我上海是有说要提高到 三千亿人民币的消费券 但是提供消费券 可是人民真的会不会拿出来 使用这个是一个问题 基本消费还是 你一定要花掉 不然人家留着装金钱品 就跟台湾之前也是 换现金或什么之类的 他那个消费券跟台湾 可能是类似的 就是一定要换货品 我觉得他今年的问题 那个邱老师讲我是很同意 他下半年一定会加大 政府投资的力度 因为他有特别这一块 维稳是重点 有很多国营事业 主要的变数我是觉得 因为二十大在即 国内一定会有一些人又扯到政治 比如说现在李克强 开了十万人会议 那席派的官员会不会紧张 那席派的官员是不是会觉得说 这样我的权力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大家就是担心这种政治变数 说实在 另外就是海外的订单会不会减少 因为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这个不是中国人控制的 现在大陆的经济 大家也在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 拜登的选情 因为五月拜登政府通知美国行业代表 说这个关税到七月开始要到期了 但是现在仍然是保持关税审查 那在审查期间关税仍然是有效的 路透就报导说呢 这个目前支持废除关税的是 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商务部长Rimondo 他们赞成是废除关税 来抵抗通膨的压力 反对当然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为首 那他希望继续透过关税 来当做筹码来谈判 那现在社会上呢 可以看到因为这个高通膨的压力 所以呢大型零售商 我记得礼拜六我们也谈过 好像Walmart或者像这个Target 就是对于这个关税造成的通膨 是叫鼓连天 可是大部分美国的民意 却是支持对中国大陆的惩罚性关税 有个民调机构就发现说 拜登的最新满意度 来看到这个 满意度是下降到40.7% 那不满意度上升到54.1% 其中选举马上在下半年就要来了 那跟这个总统的满意度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现在对于拜登来讲 其实调降对中部分关税 是当务之急了吗 我觉得第一个它这个Fight 38 538 就是美国那个它是网站 主要是预测美国 原来是预测美国选举 538张选举人票的这个网站 那可是它专门做预测 那它这个数据 这一次的民调数据 它是综合很多家的民调做出来 那可能是很低了 真的是很低 但是呢它也讲了 就是说还不是最糟 为什么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说它说你现在 民众最关心其实是两大议题 一个是通膨 第二个其实和COVID-19还是有关 那所以我们去回头想想 大陆也是COVID-19 台湾也是COVID-19 比如说石油的价格 你从6块多慢慢降到4块多 就够了 你有降 但是它感觉预期感说 不会这样一路上上去 其实会有好处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 决定的因素嘛 包括刚才提到Targi也好 Walmart也好 他们的运输成本全部 其实和这个石油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能够把石油稳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你说其他像包括这个关税的降 是有一些影响 可是美国人那个直接感受 最明显就是我到加油站去加油 那油价如果说你还在缓升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预测就觉得非常悲观 那你其中选举绝对不利 但你只要开始下降了 虽然你比之前高还是高 比如说你现在从120左右一块 降到差不多八九十块钱 大家已经感觉上往回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预期性很重要 我们常常讲选举 有的时候是看那个预期的感觉 是往正面走还是往负面走 如果是比较悲观认为说 经济不会好转 那当然不会 当然是惩罚执政党 但认为经济可能会有开始往 已经走到就我们讲说拐点了 开始要回来了 那当然对拜登还是有点机会了 现在通膨还有就是包括疫情 那通膨的部分我想快速请教过委员 现在是人家说看到通膨已经触底了吗 你有看到吗 因为这个拜登31号不是才跟 这个月是6.3没有错 是下降了 可是德国8.1了 而且拜登前两天不是才看到 他跟这个就是鲍威尔见面吗 他说尊重这个联总会的独立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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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